7月9号,索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抵达中国,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对华正式访问。 这是中所2019年正式建交后,索加瓦雷时隔4年再度访华。 对此,专家表示,中所建交虽晚,但已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走在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前列。 两国的交往堪称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 这些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是把南太平洋岛国视为他们的利益的范围区。 但实际上,这些西方国家对南太平洋岛国是采取一种忽视的一种态度,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予真正的援助和支持。 实际上我们建交时间并不长,也在将近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很快把它定位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可见,上半间的关系的这个城市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关系的升级也是很快的。 南太平洋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延伸区域, 而且呢我们完全是在不刚生内政平等于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进行的。 无论是在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都是进行的非常的深入。 所以这为中国和太平洋的其他岛国,当然也包括和其他发展国家的这种合作,处理非常好的典范。 我们中国去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其实首先一点尊重太平洋岛国的这种选择, 其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太平洋岛国在谋发展上去做一些贡献,做一些帮助。 这个是完全不同于有些西方国家,他们是以这种地缘政治竞争为目的的这种和岛国发展关系。 访华期间,除会见中方领导,为所罗门驻华使馆揭幕以外,索加瓦雷还将到访江苏、广东。 专家认为,此举旨旨在学习中国经济发展之道,谋求更深层次合作。 江苏也是经济强省的,他也是多次提到中国这个减贫的经验值得学习。 我觉得这是他也是那么去这个江苏那么考察呀,一个重要的原因,广东省和太平洋岛国之间, 他的这种合作和交流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和平凡的。 所以那么我想他去广东的话,可能就是要在以往这个一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吧, 那么再进行一个深入和深化。 此次索加瓦雷访华期间,中所两国签署发展合作、贸易、民航、气象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专家表示,这也彰显出未来中所两国在众多领域合作拥有广阔前景。 索罗门群岛它在自然资源方面,比如说它的这个木材啊,金江鱼啊, 这个也是一个优势产业对中国来讲。 这些贸易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索罗门群岛呢,它也是未来, 很多太平洋岛国都是想把这个旅游呢作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来发展。 那么怎么去更便捷的让两个国家之间开展这个人员的交流啊, 或者说是这个民心相通吧, 那么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重点, 也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候变化,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基础的平台, 比如说中国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应对合作中心, 那未来可能我们可能会依托这个中心进行更多的一个, 比如说项目支持呀, 然后这个科研合作呀, 还有一些产业合作呀, 中国在这个清洁能源呀, 这方面的这个优势,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上。